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副总统麦克彭斯在星期三的辩论中都回避了一个问题 即他们是否与乔拜登或者是唐纳德·特朗普讨论过保障措施或程序 这个程序涉及总统如果身患残疾的问题 辩论主持人苏珊·佩奇指出 你们中的一位将在1月20号创造历史 您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迈的总统的副总统 佩奇继续说道 特朗普总统就职当天将74岁 乔拜登今年已经78岁了 这已经引起了一些选民的关注 最近几天特朗普总统的住院治疗也加剧了这种关注 彭斯副总统您是否与特朗普总统就总统残障方面的保障措施或程序进行了对话或达成协议 如果没有您认为应该吗 彭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回到批评贺锦丽说她不信任唐纳德·特朗普说到疫苗的话 在主持人向贺锦丽提出同样的问题时 贺锦丽也没有作答 相反她谈到了自己的记录和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障碍 第一位非裔女性当选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部长 第二位黑人女性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 现在她是第一位黑人女性竞选副总统 黑人女性竞选剧总统 黑人女性竞选剧总统